噓,听到了吗?那是生命在空中飘着的声音,他正朝房间走来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生命在打招呼,他在医院产房婴儿的哭声,在疲惫的母亲的微笑里,在父亲顽皮的逗着宝宝里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生命他的第一步,说的第一个字,他守护着刚满一岁的杰克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生命发现他是个左撇子的惊呼声,他骄傲,欣慰地看着杰克一笔一画写着自己的名字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生命在幼儿园尿裤子时客室的一片安静,安静折磨着尴尬的杰克,他经不住偷笑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杰克唯一一次考试不及格被母亲骂的气声。 他心疼着,但手足无措,噓,听到了吗?那是祖屋居民拨打999的声音。 他喊着要杰克赶快离开现场,别和猪棚狗友一起争论不休了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杰克把自己的东西搬进公司的声音。 他的心跳和杰克一样快,默默地助他工作一切顺利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婚宴的音乐。 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忍不住一口气喝了一瓶酒来庆祝。 噓,听到了吗?那是抱着孩子在产房里爱的声音。 他拍了拍杰克的肩膀,一滴眼泪滑下了脸颊。 噓,这是生命的声音。 他每时每刻,无处不在。 你,听到了吗? 首次公开的一首去年写的诗。 这首诗是一首我认为自己写的唯一一首具有正能量的诗。 希望在大家不愉快的时候,不忘初心,继续坚持着。 因为我们生活上虽会遇到种种挫折,但生命的美丽在于克服挫折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